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8月12日,即凌晨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的频道,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课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一些关于香港和台湾的新闻,都与奥运有关 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都知道奥运应该结束了主要的所有项目 最后的情况,美国队和中国队的金牌数,我记得都是齐头40 但是银牌和铜牌数,美国都占有,在奖牌榜上,美国重夺冠军 在最后女子篮球的地方,以一分之名,拿到金牌,所以天助美利坚 如果你看回整个奖牌榜,如果你相信奖牌榜的这回事,我不是很相信 不过奖牌榜,第一名,美国,第二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名次,全部都是自由国家 由日本,澳洲,英国,意大利,韩国,密度游,兼而有之 所以你说,是否八国联军,包括中国,自由国家才产生出自由的灵魂 应变的灵魂,奋斗的灵魂,自信心的灵魂,你看到奥运看得到的地方 不是希特拉斯1936年的柏林运动会方面的一些所谓的自我催眠 而是看到自由的灵魂,换化出他的应变能力,换化出他的一种体育的精神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相信之后呢,奥运过后呢,中国一定做大外宣的 他又说了,中国香港拿到两面金牌,中国台北,其实什么中国台北呢 中华台北我都不喜欢你的名字,台湾队就拿到两面金牌 他将它视为中国一部分,40加2加2是44,赢美国 如果按照这个荒谬的逻辑的话呢,英语是国家呢 不是,我随便将英国搭到美国的搭到已经赢了你了 不需要说澳洲那些,纽西兰都不算你那些,加拿大都不算你 只是将英国搭到美国的英语系国家 再加上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英语系国家加在一起 都加得多于你港中的中国话的地方了,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没得说 还有你将人均那个金牌,或者金、银、铜牌 除以你那个地方的人口来比 台湾除以2300万,拿到两面金牌 你中国40面金牌,是除以14亿 可见什么呢?那你的金牌的含金量 那个所谓的人均金牌占有率不高嘛 那不是取笑你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奖牌是一个人 有很多时候他的表现,有很多时候和对手有关 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说了,我对这些奖牌榜的所谓公正性 终实反映这个国家的体育的强性呢,没有关系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小孩都能向往体育的,向往运动的 由小时候都不断给他们栽培的,那这一点的话 应用团体活动,fair game,着重体育精神,着重团体竞赛,互相合作 说真的,中国搬车边都没有了,你看传红线那些样子 你看那些跳水的人的样子,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样子 是被党幻养出来的一班,我们常叫做马戏团的狮子一样 其实他们很可怜的,毫无疑问,我们觉得这班人很可怜的 但你不要忘记这种可怜的情况,可怜之人,只有可悲之处 而可悲不是在于这个人本身,而是在于整个制度 这个共产党的制度,而没有人,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去意正持,反抗,反抗这个制度 这个就是中国的悲哀,所以我们看回中国之后一定 奖牌榜已经封顶了,封关了,接着就闭目典离了 所以看到共产党一定会做大外宣,继续就说 中国加上香港加上台湾四十四面赢美国的 我再说一次,如果这样揽炒的话,一起揽炒 英国和美国自古以来的国家,美国独立的 英国和澳洲自古以来的一个国家,大英帝国 澳洲独立的,我们全部揽炒在一起就可以了 自古以来属于大英帝国,英女王,现在就是查理斯皇帝 所以如果按照这种大中华的理论的话,大家一起斗大 所以共产党已经没得我说了 我希望香港人都坚持一点,不要将香港队的奖牌数 炒在中国队的奖牌数,否则是违反基本法 香港有自己独立参赛的地方,你不可以double count 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 虽然有一面金牌是江文慧的 你问他,中国,中国,中国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粤队是否定的 你stand一个team就stand一个team 如果这样说法,以前在中学时代有喇沙斗拔萃 喇沙的分校有很多的,拔萃是圣公会的 他的分校也有很多的,比如喇沙会有圣药室也有很强的田径队 每一次比赛,当喇沙第二名,圣药室第三名,拔萃第一名的时候 是不是喇沙队就会说,喇沙和圣药室都是喇沙会 我们加上赢你,我们会不会这样去自欺欺人呢 绝对不会 每一个学校都是stand alone的team 这个一开始你去报名参加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 之前都只是分开队的,不可以混为一谈 所以中国有很多可笑的事情 可怜之人只有可笑之前,失败之人只有他失败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千万不要把他揽炒 当然大家都要关注江文蔚的新闻 江文蔚在昨天,星期日里申,去了哪里呢? 杭州,里申什么地方呢?马会,做什么呢? 对外事务助理经理,大家讲到明了,叫共创名teen teenager,给青年人的培训计划 就像少先队,马会少先队计划 就是去杭州学习团去考察 但你邓炳强不要说我,在那里侮辱你 我说这个马会少先队,你应该觉得开心才是吗? 喂,讲党的东西,有什么侮辱可言? 你觉得党的一些组织很侮辱你吗? 是不是? 我说你党员是复养你,是不是? 怎会是侮辱你呢? 你说我说你党员是侮辱你就可以了 立即将来就地正法,对不对? 国安法时候,无期徒刑 煽动意图不行,就只要颠覆国家政权,对不对? 所以这帮人呢,以老虎之牙,誓下去是对的 因为我经常都有个预感 这帮人不是被我们这些 被他们视为一些反中乱港的人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反中乱港 反中是真的,乱港一定不会 但是很肯定的,不是被我们这些人制裁 最后面这帮人的下场,是很可能 共产党咬死他们的 希望推动这个方向的发展 大家知道,江文蔚李申的考察 当然是说很多东西 什么微笑见后,每天都是微笑 就好像笑颜岛神话齋,看到钟景辉 那个人对着你笑,小心 他笑得很阴湿,笑得很灿烂 其实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可能是这样 江文蔚当然不是我们的杀父仇人 但江文蔚肯定笑中有假有诈 希望大家那些男人不要一腔热血 谷上头,谷上某个器官 让人害怕 江文蔚说,他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才能够幸运地奪得冠军 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贡献社会 其实这些很荒谬 我得到冠军很开心 希望休息一下,你看看何思培,张家朗 他们说的是正常人说的 但你看看这个,这个什么 江文蔚说的是什么呢 我得到冠军 我唯一要做的想办法贡献社会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是不是 我唯一想做的事是想休息 这个何思培的说法 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继续做运动员 这个是张家朗的说法 你唯一想做的事是想贡献社会 各位,今天譬如说 当年,譬如问我,考到什么十优 譬如说其他人,拿到什么奖牌 你想做些什么 我都不会说我唯一想做的事是想贡献社会 我说这些是骨避的,大佬 这些是不会说得出口的事 要怎么说呢 是要报答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马会工作 你说什么 报答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马会工作 学习如何做慈善 第一,你在哪个地方工作 跟你报答大家是没有关系 你不收钱的 你是在工作的地方给钱给大家的 不是,你做大财主 不是嘛,你赚人工而已 你打工而已,报答大家而已 第二,你马会工作 学习如何做慈善 各位,马会做的慈善 和你这个人用600万做慈善是完全两回事 你是用党的钱 或者马会的钱去做慈善 在那个大机构的运作 马会何支600万 随便有这么多宝 太彩都不知道这个钱 你拿600万做慈善 可以在大机构学习吗 今天你去到一些很有名的酒店学习 等于,等于你可以在街边剪牛杂 你在街边剪牛杂 就要跟那些600万同一等级的人 剪牛杂的人学习 而不是去马会学习 人家怎么用大财主的钱 来做慈善 而马会做的慈善 与其说慈善 其实说这些是一些公关 马会做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做一些公关的东西 而公关的东西 在权贵之间互相聚会 马会是一个大的clubhouse clubhouse里面的人 全部都是权贵的人 互相聚会 聊生意经 就像Hong Kongclub一样 马会是开赌的 要做马场大坑 你要有马的 李大友 法梦王 梦想成真 ok 你要有这些马匹 那你才是大财主 整班人拉头马 难道个人在做慈善 是 那你去到派彩里面 就是你投注额里面 有个地方撥给慈善 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马会的本质 其实是一个权贵聚会的地方 而且里面有很多 混酬理财的窍门 你学这些 和慈善无关系 你江文慧说些什么 接着你说 感谢马会给机会 笑笑口说 温东员是不需要休息的 各位 我做评论人都需要休息 做总统都需要休息 做总统候选人 你是Trump也好 Kamber Harris也好 都说 我妹妹我不需要休息 你说这些bold statements 而且是false statements 笑笑口说 运动员不需要休息 我看看你几时睡觉 睡觉不是休息 先期 是吧 期待尽快可以开工 我的诉求就是上班 这个就是江文慧的说法 又说已经退出了 看院全职运动员了 那记者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问他 那是不是说你的碩士论文 你的碩士论文 是不是全部都是出自于你的 你不知他怎么回答呢 这些就是说很适合做官的 他这么说的 论文就是一篇碩士论文 我有指导老师 说完了 他首次开刊回应碩士论文 人家问他 是不是全部都出自于你本人的 那你yes or no 是吧 法律人 读JD 还要读这个法律博士 这个中大读中 还有这个人民道道 拿到碩士学位 那你懂法律人 人家问你yes or no question leading question 那你答yes or no 你不是 就是政治人的口问 论文就是一篇碩士论文 我有指导老师 这个就是他的答法 那你不是卸给指导老师 还是怎样 有多重的意义 是不是指导老师帮你写 还是指导老师是有最大的功劳 还是你想偷光给指导老师 是不是 那这个莫于穿 你偷他什么光 或者你想射给他 还是偷他光 现在问你 这篇论文 是不是出自于你本人 你的意思 你说有 是我写的 但我也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就答完 但你不是说yes or no 论文 这篇论文 就是一篇碩士论文 听军一直说 听军一直说 愚听一直说 就是挺有趣 指导老师 觉得很开心 还是被人卸获就不知道 跟着他那个老板 所谓AR老板 马会的事务执行总监 譚志源表示 欢迎江文慧到职 他说完全按人事招聘程序 他说出招聘申请 江文慧经历过不市面市 他觉得很优秀 当时原则上一个offer 但谁知道他要参加奥运 那就等他 那么多冠军 又怕他不来 再问他 江文慧才说 再次确定 接收这个offer 继续会到职 他都很开心 那就是说这件事 江文慧参加奥运 真的去巴黎之前 按照譚志源的说法 早已经经历过所有的程序 大家要问一个问题 那些记者要问 按照既定程序 既定程序 既定程序就是六年工作经验 六年工作经验 为什么没有 你原先的JD job description 可以让我看看 你的job description 为什么和网上 同一职位的不一样 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 给江文慧这个招聘 和网上一般 你对于对外事务 助理经理 要求六年 关于公关等等的工作经验 不一致的话 是不是独自开一条门 开一个机会 给江文慧 就是基本上 整个不市面市 整个interview的程序 是做样子 其他人 摆明是不会收的了 之后 独自开个门给他 降低要求 如果不是 要六年工作经验 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他没有六年工作经验 都照收呢 要回答的 这些问题 是不是 好了 接着就说 江文慧的工作 内容是什么 这个重点 今次第一次就是谭志源说的 江文慧的工作 主要就是联系政府 政党 立法会 区议会 地方团体等持份者 stakeholders 关注推动青年发展 体育发展社会公益 和慈善的传讯 其实我觉得这些翻译很奇怪 就是关于charity的communication 其实做公关小姐 你说这些所谓青年发展 体育发展社会 你只不过是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基本上做公关 跑腿 就要你 党就要你摆在那里 你在马会上 可以同时又认识到很多人 认识到政府的 各个政党的 什么政党 香港都没有什么政党法的 什么新民党 自由党 民建团 工联会 垃圾组织 一大堆 三会 立法会 认识这些人 警察 各方面 你要认识人物 党安排江文化在这个地方 就要认识人 就像这些垃圾所说 认识人 好过认识做事 做事就是吃失米的 认识人最重要 认识人 就是飞黄藤达 这是谭智元的 勞加逻辑 这个勞加逻辑 其实很多人都有 以前香港的人 无可委言 那些蓝丝 上一辈香港人都这么说 哎 媳妇 你做这么多东西 说这么多东西 没有人理你 认识人最重要 攀同富奉最重要 我会说给大家知道 不是说认识人不重要 但是你 说的东西 是不是真 做的东西 是不是善 是不是美 是不是怜悯 是不是做好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是 就算台湾是一个 某程度上 在某些地方 很人质的社会 我不可以否认这一点 但是 不是识人大了的 识人 人家都要有眼有珠 要找一些人 是和他 即是基本上一起合作 有实力去做事的 不要以为实力 是完全不重要的 即譬如我 不会随便选一些 就是逻底橙 去和我合作的嘛 我都会选一些 就是说 喂 你的语言能力 你的口才 你的言说的能力 论述能力 组织能力 办事能力强的人 和我一起合作的嘛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 臭坑出臭草 你是什么的人 就是说 遇到什么的制遇 我想这一点 是大家明白 谭志愿 要江文蔚做这些事 不是谭志愿叫的 是党要的 要他在短时间内 一两年时间 培植了江文蔚 在三十岁的年纪 认识这么多人的空间 江文蔚最体重的 哪里是慈善呢 他要的就是公关 要的就是认识这些人 党就要他把种子 放在马会那里 是最好的地方 不需要进入政府的热厨房 而在这个慈善基地 认识最多的人 所以看到他观察他 考核他 看他可不可以以后 能够一肥冲田 这个就是党交托给江文蔚的任务 而江文蔚喜欢的 不是贡献社会 不是说学习如何做慈善 而是识人 其实谈知完已经讲得出很清楚这一点 这个希望大家明白 另外最后几句说话 要跟大家讲一下 台湾的这个台湾队 我很开心就是 最后我这两面的金牌 是刚刚超过香港队 你问我 我支持香港队多些 还是台湾队多些 我无可委言 我支持我个人 不是要大家一定要这样接受 是我个人是支持台湾队多些 他最后看到林毓庭 经过这么多的争议 是不是 IBA一年之前 DQ了他 说他是男人不是女人 跟着他根本上是女人 出世就是女人 女生男上 大有人在 是不是 一个人的性倾向性能力 没有关 重点是性器官 以性器官来区别男与女 是最好的方法 不是护照 因为中国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护照 你想要什么护照 给什么护照 给你 所以我说 中国、北韩、伊朗、俄罗斯 这些国家 你要看护照 不得了 我相信台湾法的护照 二字头 一定是女生出世 她的妈妈是做症 她以前的同学 她的老师都做症 她的教练可以做症 很多人都做症 她根本是女生 还有你看看林毓庭的一些片段 根本上是女生 就是她的动静 她的哭 很多东西 是女生的 她的声音 可能有少少的厚核 她的strong的感觉 拳击 哪个手刮不大 她的腹肌 她的掌相 是很有男生的风格 但 女生男上 大有人在 而这个也绝对不是少数 不是极少数 她是小数 但不是极少数 是多普遍 出街都见到 就算我认识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都是这样的情况 你不可以说苗博雅 你要入男子做 或者我不让你参与任何的奥运的 的运动比赛 不可以的 戒分男女 回复古希腊时代的情况 古希腊就是说 要求男女脱衣 脱衣服 看完之后 偏男女做 没得骗的 女生男上 男生女上 大有人在 但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就看你究竟 凹击凸凸凸凸 下面的性器官是什么 有与没有 没有的情况 不明显的情况 难分辨的情况 变过性的情况 刚刚你讲的这些东西 是占所有人口的0.7% 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至今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要怎么做 我个人讨论这些人 应该偏入第三队 就是一些叫做 就是叫做 性小众的问题 那这些情况 是不是有些 类似残奥的赛事 或者奥运会里面 再有第三组别 我们可以再看 甚至没有说 你不可以偏入第三组别 要都要硬在一个地方 界分男与女 其实很难的了 你无论掩饰体 或者高固酮 或者高丸素 其实都是一个 borderline case 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多一点 多少一点 变成了男女的质的分别 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 对于这些少数的例子 我们先存疑不论 我没有一个 确定答案给大家 我只是特侵到99.3%的人口 那你要是有 有弟弟 要是你有妹妹 OK 即是你有粒的 或者突的性器官 那如果你说 我变个性 我故意隐瞒的 那这个就是你隐瞒DQ 这个就是变性那类 OK 但是我只是说回 哈利夫 即是Algeria的哈利夫 或者台湾的林玉婷 他们都是没有变过性的 那没有变过性 他们由始终的女人 只不过是说 好似男人 就被呢 J.K.Rowling 即是Harry Potter的作者 就说 你们没有资格 要自觉不再参加财士 就是call out here 这个东西 有资格就有资格 没有资格就没有资格 符合Ioc的资格 不符合Ioc的资格 你以为Ioc的规定不对 你就公开来说 那你只是说 用目测 觉得你像男人 你就没有资格参加 为这种这样的霸凌 是值得去尊重吗 你会看到譬如 王秋生都说得很清楚 他的立场是什么 都跟我想法 在这方面 是很类似的 那林玉婷 虚幸获得 也不是虚幸的 用他实力 获得57 公斤级 女子 拳击比赛的冠军 是台湾队 历来第一面拳击的奖牌 拳击金牌 拳击金牌 这个是相当难得的 反而英国有一些所谓的女权的团体 譬如Fair Play for Women 证为 你看看 林玉婷 因为男生 才会长得高 他175cm 才会有压倒性的胜利 战胜波兰这个选手 因为男生 才会生得高 生得高 才会战胜的选手 我觉得很奇怪 两个推论都不对 因为男生 我看到很多男生 都是比175cm 她都是男生 我看到很多出名的女生 譬如我都很喜欢 这个是Niko Kidman Niko Kidman 是澳洲的女生 很出名 大家看到很多片 做很多年的女生 即是尼哥基曼 180cm 难道她是男人 你们这帮女蛇姐 想一想 因为她有男子 所以她生得高 OK 生得高 所以她会压倒性的胜利 压倒性的胜利 跟生得高 没必然关系 是不是 如果你打籃球 我觉得OK 我明白 但如果你说生得高 有人打籃球 那可以怎样 有个中国的女男球员 生到200m高 超过200m高 超过200m都有 顶着门 你一扔籃球上去 她根本要hold住她 根本上一定是 你全部摘不到她 难道你说 这个生得太高 我要DQ你吗 没有 游戏规则是事先设定好的 你除非我给我知道 游戏规则 即是我读law的 你除非你不能retroactivity 你的规则 原先写好了 历年基本上 没什么大的变化 要变化的 都往后适用 不会呢 喂 我现在觉得规则不对 我应该有一个新规则 所以这个规则不对 我视新规则为重要的地方 这个才是问题重点 如果你说 这个今天的比赛 IBA的规则 我没办法去申辨任何东西 今天IOC的规则 不是国际拳击总会 而是奥林匹克 就是国际奥委会的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看护照 那大家愿意买定离手 那这个规则 大家事先知道 那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办事 那你说护照这个规则是否不好 我认为不好 如果不好 那下次要收定 收定是什么 我认为呢 是基本上要看回他们的胜征 那你可以不是每个人 是检验的 很侮辱人 是不是 难道每个人都要检验吗 那你可以从一些基本的 一些表面证据出发 除非你有反证 最重要是DQ他 但是表面证据出发 譬如你的护照 譬如说 有没有人投诉你 而投诉之后 你有没有辩驳 而如果真的要逼着要检验的话 要得到双方同意 就是检验的人要支持 被检验的人也OK 这个没有强制的 而检验的情况之下 就要找一些医生 中立国家的医生 能够去看看他的性征 不去斗他的东西 就是目测的 目测不是你的面 不是你的肌肉 而是你没有那样东西 那你说这件事是不是极端手段 是 一般来说有很多 prima facie evidence 比如表面证据 包括你的护照 你的笑时候 小时候的照片 人家的testimony 就是人家的证言 那这些可以作为一个 基本上的证据去判定 只有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才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都要自怨为之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说这样不对 这样不确 这样不确 那你要告诉我 怎样才判决男女的标准 有人就说 你三普 你这样很不右派 这样 各位 我觉得这跟左右派无关 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 什么是标准去判断 一个人属于男或者女 去参加奥运比赛呢 你觉得判断标准是 A 性器官 B 护照 C 染色体 D 高丸素的高固酮 E 或者你 看完之后 你主观认定 哪一种 你回答这个问题 高丸素 很多人说 男生 有很多高丸素 低的 大概有十几百分之 高丸素 像女生的 女生里面 有十几百分之 高丸素 像男生 因为男生的高丸素 平均来说 比女生高 7至8倍 但是有十几百分之 是 倒转的 那怎么计呢 那些情况 都不会 不会有变 他传统 和变性没有关系 人生出来 是这样 男生 女相 女生 男相 另外有些情况 譬如说 这个 不是这些 这些 情况 譬如XY 有人说 用XY来验 那你用XY来验 就非常古怪 因为 有很多人 即不是很多人 亦都是为数不少的人 是有XX 和XY的因子并存 或者XY 但是有AIS Androgen In sensitivity syndrome 我们以前说过 这些医学的知识 大家要有 那这些情况 我们怎样认定 很borderline case 你切不到下去 就是不能够截然黑白义分 因为既有XX 既有XY 那你怎样 是DQ他不给他参彩 还是怎样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用99.3% 都准确的标准 就是性器官 这个最原始 最公道的标准 那你说 你这样 你是g的 lesbian queer 就是酷儿 或者你是 这个各方面 那我们 我们完全和性倾向没有关 就是你爱男人爱女人 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奥运的情况 是judge你的biological 心理上的男性和女性 跟你想做女人想爱男人 没有关系 完全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今时今日有一些批评 即使是你出自 有一些 譬如意大利的总理梅乐莉 甚至是特朗普的有些支持者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未必是我认同的东西 所以我说我不是特朗普的粉丝 OK 不是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要认同 我们客观的判断一件事 判断一件事之后 我觉得他很清楚 那你说我是不是美国 会依然支持特朗普做总统 依然会支持他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 他不是圣人 OK 他也有些事 未必是我同意的事 但起码 他整个光谱里面 我觉得整个主调思想 对中国的态度 值得我们支持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最重要的评论 那希望大家奥运过后 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平静 和繁忙 那就不需要再记挂这些东西了 今天江文慧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的新闻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的新闻